欢迎回来 流亡美国的著名中国人权活动家陈光诚 尽管眼睛看不见 他在4月11日欣赏了神韵纽约艺术团 在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的演出 陈光诚形式演出带给他的感觉让他豁然开朗 并引起对人生和社会的百思 著名中国人权活动家陈光诚表示 神韵的音乐让他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陈光诚认为神韵非常不同于其他演出 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也是通过伴随着很多干扰 听一些神韵 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说跟很多现在所谓的演员 或者是一些国内的一些明星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完全没有这种 华众取宠的东西在里面 是纯粹的从艺术和人的精神内层 来展现一些东西给大家 让大家去思考 让大家去享受 神韵演出也引发了陈光诚 对人生和社会的反思 在一个不自由的世界里 人民现在这种拜金 这种追求眼前的利益 跟我们传统的文化有点格格不入了 所以看这个呢 我觉得让很多人应该能够反思一下 我们需要从生活当中 到我们的一言一行 都需要翻倍归真 这是说大家想的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山河被污染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沦丧到这个程度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 适风日下的过程中 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们是在阻止这样的 趋势呢 还是在为这个趋势推波助澜 所以可能每个人都需要考虑一下吧 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理解 新唐记者李书彦 胡志华 新泽西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